郑文燦被羁押 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他的案子发展到底如何呢 今天早上大家可以看到 PTT突然很诡异地丢出了 一大堆的照片 我们把其中几张放在这里 观众朋友 这个门口就是 郑文燦的关底 因为有去过的大概都知道 很明显的是从远镜头掉出来 那可以看到包括从2月底 一直到3月底 好多人 络意不觉得达官显贵 都是绿营的高官们 簇拥敲门非常热烈 包括你看到谁 审发会梁文杰 包括审发会的夫妻又来一次 然后林喜耀徐立民 梁文杰也来了 史哲 蔡其昌 于婉如 可能在里头燕影 还在里头谈事情 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进去的时候都会带一袋袋 像是礼物 或者是各种的纸袋 出来的时候 有人也会带像这样的纸袋 像吴正宗 所以是谁拍的 还有到底是谁丢出来的 有人讲说是狗仔 可是狗仔如果去拍这个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还是检调人员 看不下去的检调人员 吹哨者吗 丢出来的吗 PTE上面流传了 到现在可能好几个小时了 那这个作者自己还说 他要发不自杀声明 所以听起来蛮诡异的 不过我们刚刚讲 郑文灿案 现在调查的进度我们不知道 可是检调有密集的提训他 那是不是有一些案外案 也在追呢 那会不会到最后动摇果本呢 会查到什么样的等级呢 在野党必须要监督 要看进度 可是在野党现在在干嘛 我们看到今天 包括朱立伦主席 也在发鸡排 还有真奶 因为林洋配 大家都来蹭 那我们看到 包括在野党的一些民意代表 有人就有意见了 观众朋友 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那有一些PTT上 有人在指责 新北市的议员吕家凯 就说你怎么回事 你就参加这个绿台 或友台的政论节目OK的 可是人家的这个见面会 粉丝见面会 你也去 很怪啊 因为你这边比爱新 还跟王玉川一起比爱新 那这样看起来 真的是羞夸怪怪 而且有点不知 精细是何系的感觉 还是说你已经要投奔绿营了 说清楚啊 看到有些支持者 真的发出一些不爽的声音 我们看到包括国民党 是不是在放暑假呢 有样的评论就这样写了 他说 蓝营都没有积极的反制动作啊 你现在呢 立法院修会啊 可是民进党的政治操作啊 你的战术在哪里 你不是只有嘴炮去嘴赖清德 酸民进党没有用啊 你要有实际的政策出来啊 要不然选你当反对党 让你进立法院要干什么 不是在讲原知啦 讲了其他人啦 我们在看柯志恩 柯志恩 志恩姐就讲说 对啦 他每次来参加这个 我们的政论节目 有时候会遇到沈大佬嘛 沈大佬每次看到他 就很语重心长的说 哎呀 志恩啊 我跟你说 你国民党 真的不会做在野党啦 那柯志恩就有一点点 无奈的回应说 对 沈大佬有些建议 真的很难做到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既然国民党欠缺 人性 再怎么认真学 永远少的那股野味 跟狠近 那这个沈大佬也是 这个真的是爱之声 择之气 他说有时候民调不正 或是舆论挨打的时候 他就会讲 你们这个做在野党 真的不合格啦 那柯文哲呢 这是另外一个在野党 小党 这一周将出大事吗 因为他生日快到了 柯文哲 柯主席 明天生日啊 他紧张了吗 郭正亮就给他一些建议说 你到底有没有在准备危机处理啊 因为柯文哲你的三大案 任何法律的事情 万一真的被处理 不管是被约谈或是怎样 都是超级大的新闻 而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民众党党庆嘛 台上柯文哲站在那里被火烤 被火烤 包括陈志涵 包括黄活昌 轮番问他说 你智商157 你怎么被骗去签六点协议 怎么会被国民党骗 拜托 蓝白河你们现在还在 还翻不过去 还在讲 包括 这个陈佩奇 一直在讲说 遗憾蓝白河 如果是民众党三罪犯 应该把柯文哲打婚 我可以去做那个罪犯 还没有翻页过去 还在蓝白河 来 袁志 我就觉得为什么民众党 就是已经过了半年了 今年已经是农历七月了 都已经过了半年了 还在讲蓝白河 那个六点协议 国民党现在已经没有 很少人在讲这个事 侯友宜也都翻页了 我觉得当时的状况就是 柯文哲想和 想和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就签了 但是他签完之后 回去之后 民众党其他人不想和 想要柯文哲继续选总统 所以破局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谁骗谁 我觉得没有谁骗谁 我记得当时 柯文哲签了以后 晚上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也有做好 做副总统的准备 他还讲说 他可以在内阁里面 一些监督的单位 他觉得他可以推荐人 像法务部 金管会等等 现在一直去扯 什么谁骗谁 谁骗谁 只是在伤害在野党之间的感情而已 我觉得面对 这么阿拔的一个执政党 在野党如果还要在那边 耳鱼我诈的话 那大家就被哥哥击破了 就算没有要合作的合 那也可以和平的合 你看现在隔了半年 还在制造矛盾 我真的不太懂 就是说一直把这个事情 拿出来讲到底是为什么 那郑文燦的话 其实你看那些照片 当然这可能就是 有狗仔或什么媒体拍 拍了之后现在把它拿出来用 至于说狗仔也是提供给谁 这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是在PTT上面忽然间 被发出 被丢出来的 不知道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而且他说他手上还有更多 对 但他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郑文燦确实就是晚上 常常门庭落势 这门庭落势到底是在 乔事情还是纯粹只是一个 单纯聚会呢 就给人家一个想象空间 懂的人就懂 就是你曾经进去过的人 你就知道你在里面干嘛 这些人就会怕 他会怕说 郑文燦到时候咬出他们 或者是从郑文燦相关证据里面 追查到他们 这些人就会担心 可能有人就是要营造出这种 让他们担心的氛围 对不对 这些人可能就会 对某一些人就会比较效忠 我在想说可能是这样 里面大概可以分两大类 一类就是新潮流的人 像那个沈巴会 梁文杰 这些都是新潮流的 还有就是我居然看到有一些 政府官员也在里面 比如说体育署长郑世忠也在晚上 也跑到郑文燦家去干嘛 这两个人实际上关系很好 因为郑世忠以前接体育署长之前 他只是一个体育大学的教授而已 然后他只做过足协的秘书长 还没做过理事长 只做过秘书长 但是他做秘书长的 那个时候的理事长就是郑文燦 所以可能就是他们两个关系 关系特别好 那你已经当官了 事务官 然后没事还跑到郑文燦家里面去 是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照片出来 丢出来 其实是会给那些 曾经去过郑文燦家 那些人会有一些压力 给他们警告 给他们警告 就是看看之后你们怎么做 你们就知道了 来 辉文兄 前子我有一个梦 就是说希望在我死之前 我们的新闻台跟争论节目 可以进步到说 不要再看PTT做新闻 新闻台 争论节目 你看这个叉叉写着什么东西 你po文的网友写什么东西 他说今天早上出门前 天上忽然掉下一堆照片 你是看到鬼 我今天早上又出门去买早餐 我为什么天上不会掉下一堆照片 你是把大家装笑围 你是假笑 你看图说故事 然后玩连连看 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 你不要再装了 没有人会无聊到 在郑文燦的大门前面 那个前子那样蹲很多天 这样子拍 谁会去拍 我跟你讲 只有媒体的狗仔都会拍 不然谁没有无聊拍那个 我只请问大家一个重点 七年前的案子 你拿搜索票你要去搜索谁 七年前 2017年的案子 你现在要搜索郑文燦 到底谁教你的 对不对 我就算我今天桃园地方法院 发搜索票给你 你要去搜索张善政 因为那个官邸 现在是张善政在住 你要叫张善政 把卧室客厅打开 你要搜索什么 所以不要再搞这些了 刚刚前子讲到这个部分 我非常 议员自己已经先走了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子 我跟各位讲 是真的没办法 这个后知兄就是专家了 因为观众朋友 很快的 到了下个月 就是立法院的新会期 新会期有什么 有这个 有中央政府总预算 终于来了 这个新的会期就有这个东西了 我请问大家 像赖清德政府 像赖清德的总统府 如此的节奥不信 你媒体问我 我为什么要回答 我为什么要学马英九 马英九是温良公俭让 我就是温良公俭什么都不让 你问我就是不回答 连问你是不是同一个人 他都不理你 我请问郭雅慧 你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 马英九如果这样回应你 你能接受这种总统府吗 你现在自己当总统府发言人 你这个回答什么态度 为什么 因为他清德给你关注 你就忘了你自己是媒体人出身 我就是批评你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 真的拿他没办法吗 前子这个不是扩权 因为本来三减冻结预算 就是立法委员的职权 我就是可以去在这个地方 在我国会多数的情况之下 我本来就可以针对你这种的 你总统府的其他预算 我不能处理吗 你卓榮泰内阁 其他部会都不能处理吗 各位观众朋友 在第一个会期已经结束 的确那些大部分立委 都去出国去放暑假去了 第一个会期 国营事业的预算 我请问韩国瑜 请问韩院长 请问国民党 你们有哪一个预算拦下来 一个都没有 全部都通过了 国营事业的预算 特别签止我还是要抱怨一下 台电一年给周一扣50万 台电的预算也通通通过了 台电每年都亏损几千亿 然后政府补贴给他 台电的预算一样通过 我请问在党你在监督什么 莫名其妙 来 我比较怀疑那个照片是狗仔 狗仔 我比较怀疑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政治上面出来的东西 因为狗仔 自己不能用的东西通常也不会丢出来 不会丢出来 没有说我自己不用用不到 我自己写不了的东西 而且这版权应该是报社的 对 所以我比较怀疑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跟郑文灘原本的案子一样 就是又找一个东西出来抹黑他 那你说国民党在睡觉 这个睡很久了 我讲说你 朱一扣今天去发鸡牌 是对国民党有什么加分 还是对你 你觉得这个会对你自己有加分 还是他自己想吃鸡牌 你想自己吃鸡牌就买就好了 你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真的没事做吗 我今天回锅来讲 国民党上个会 其实等于是一事无成 国会改革的修法 最后现在打到全部在视线 全部都pending住 通通都没有 当初喊的正天尬 想的花东条例 选霸法 地制法 通消瘟器 你告诉我国民党上会期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上会期的时候想一出是一出 你现在修会了之后 我现在好好想想你下会期要干嘛 你总是现在可以告诉我说 你下会期要干嘛 下会期你到底通过什么 除了routine的审计算跟总质询之外 你总有些事可以做吧 那我就要讲最简单 你现在马上要开临时会 审同意权嘛 那你现在不可以 我们刚刚在讲 资政讲得这么热烈 波及查这么多 你这个国民党立委 不会把那同意权 那些人的名字拿出来查一查 到底说临时会有要开吗 好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就可以一手掌握 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转述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就大无限